比如说我们讲外卖平台 外卖平台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除了我的数据 我对用户需求的了解 我对商户供给能力的了解之外 你讲的另外一个是运力 我们所说就是你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能够把用最快最安全的方式 把大家所要的货物送到手里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第三点就是供给方 就是说谁上面有最多的供给 能够提供最多样化的供给 能够来满足消费者需求 所谓平台其实就是 把供给方和需求方联系在一起 那怎么样能够达到最好的匹配 怎么样能让同样十个快递员 在一个小时之内送的单数 能够增加20% 这其实就是靠我的数据在做调配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与其说我们讲的是流量的竞争 我反倒认为现在更重要的 可能一个是对数据的掌握 以及通过算法来优化 整个供给能力的一个竞争